别的皇子又不是没见过, 之前那个死太子不仅是皇子, 而且是真正的太子, 大家的交集不也就是公事公办。 几年前太子没大婚, 唐婉庄也刚入镇摩斯没多久, 大家同样是有往来的, 那不还是公事公办? 那时候太子眼中也有点色念, 唐婉庄都忍着没意见跺过去, 对这太子可绝无好感还挺反感。 好在那时候唐家没出什么人物, 地位一般, 唐家人也没起过觉得自己能和皇室联姻的念头。 太子后来有了太子妃, 也更不能对镇摩斯陈属瞎起念头, 大家就越发冠面客套。 结果太子妃死了, 唐家也有人物了, 然而那人物就是他唐婉庄自己, 想着都可笑。 一想思维就发散了太远, 钱是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全力摆着, 唐婉庄知道自己不可能随便对个皇子都有这么好。 因为也不可能随便一个皇子都会心疼他, 让他别管那么多事了, 他哥给他听, 劝他笑红尘。 皇子只会希望他做得更多一点, 守好他们的江山。 过了好久好久, 唐婉庄才微微偏过头, 说道, 还有一件是日间答应你的执法, 这可没有秘籍, 你出来, 我教你。 至于刚才的问题, 直接掠了过去, 好像不存在一样。 赵长河也没有继续追问, 他能沉默, 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回答。 执法怎么练? 这是一套典学扶学手, 风学知识飘渺无际, 极难防备, 风学之后手法特殊, 一般的冲学方式很难冲开。 你看, 唐婉庄仙手微扬, 似摘花, 若扶柳, 仿佛情人与你骂俏, 仙手掠过胸膛。 手指婉转间, 已经不知何时封住了赵长河 胸前要学。 唐婉庄心思有些走神, 随口道, 刚才这招怎么出的, 你看清了吗? 话音未落, 手腕一紧, 慕名就被赵长河捉住了, 手作大人如此心不在焉, 是会阴沟里翻船的哦。 他怎么没被点穴? 唐婉庄心中一急, 这货刚才是不是在做自己的春梦, 不会趁着离别之际真要轻薄吧? 可正当他要抽回手腕时, 却忽然感到一股柔和浩大的气息, 钻进了经脉, 循着太渊穴上炎裂缺, 一路顺着手, 太阴费精向上流淌。 这真气的属性唐婉庄并不陌生, 陆河神宫, 区区玄关四重的质量, 几乎赶得上别人六重, 其浩大广博如天如海, 包容一切的性质, 是帝王意。 但此时的运转方式有些怪异, 像是在和他的气息相融, 交相往返。 双修 说起来这叫双修, 不知道你会不会抵触, 但其实没什么必要。 照常和平静地道, 我这么多天来, 只看着你想着公事, 别人的事, 我的事, 从来没想过你自己的病。 你不想, 那我来想。 这点玄关四重的真气, 或许在手作大人眼里不值一审, 对你的情况也是杯水车心, 但我做了, 哪怕没什么用, 心里也舒服点。 唐婉庄想挣扎的力气, 瞬间就散了。 默默地感受着他那点小溪般的真气, 冲入焚山烈焰里, 被蒸发得干干净净, 杯水车心, 但却不停地注入, 不停地撞墙, 明知绝望却不愿放弃的头破血流。 唐婉庄紧紧咬住下唇, 不知为何鼻子有点酸。 这真没用, 唐婉庄轻轻开口, 声音都有些沙哑, 双修只是一种辅助之术, 它不是万能神术。 如果你以窥密藏, 再有明依辅佐, 说不定还能考虑一二, 现在只是纯粹在浪费真气。 赵长河没有说话, 继续固执地浪费真气。 唐婉庄也不再说话, 默默体验着他的真气。 夏天的夜晚, 越发安静。 只有男人握着女子的手腕, 女子低眉垂手, 场面像极了想要分手, 却被男人拉住的狗血剧。 脚步声踏碎叶色, 唐婉庄焦虑的声音传来, 赵兄,赵啊。 两人同时转过头, 看见唐婉庄在院门外 一步一步往后退, 一下就缩得不见了影子。 唐婉庄慢慢道, 进来,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多大的人了也不知道沉静些。 唐步气从院门探出个脑袋, 那手还握着呢? 没碗了你们。 其实本来对咱唐家人来说, 这场面好像没什么, 问题在于让我转告老太爷, 说拒绝这种联姻的王八毒子 是哪只啊? 赵长和终于松开了手, 唐兄出关了, 悬关五重了吗? 嗯, 唐步气了一声, 压根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想说什么了, 搞得像是出了观特意 来拜见姑父做个成绩汇报似的。 唐婉庄淡淡道, 你想说的无非是弥勒启事, 来告知朋友, 希望他帮你点忙。 回去吧, 是我要赶他走, 有什么可留的? 看得出来是你要赶他走, 然后他一把抓住你在死缠烂打, 但你看上去还是在欲据还赢啊。 唐步气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这场面本公子以前在外面泡妹子常见, 可太有经验了, 原来姑姑也就是个普通女人吗? 唐婉庄又道, 你来得正好, 我本来也想和你说几句。 这些天探索剑皇灵寝外围, 破解了一些禁制, 得到了一些上古丹药剑丸之流, 还有少许保健藏品, 品级都很高。 丝丝只取了少量药物, 我也整理了一些归宫, 剩余部分还算是我们唐家的, 说穿了这地方也是在唐家后山, 若是完全不算我们的份也说不过去。 唐不气大喜, 我也想和姑姑说这个, 就怕姑姑满脑子奉公, 真把东西全归宫了, 那我们可亏大了。 凭啥呀, 这是我们后山的东西, 好不好? 唐婉庄美好气道, 姑姑不是圣人, 也有私心, 这次留给唐家的东西, 未必比归宫的东西差了, 甚至可能更有用。 此外, 长河这边整理了一些剑法, 你看他愿不愿意 也写一套留给唐家。 我们要的终究是自己的将来, 不是留谁在这里帮忙的。 唐不气浑身轻松下去, 那就行, 姑赵兄肯定会肯的吗? 赵长河闻了一声, 唐婉庄美眸终于再度 凝住在他脸上, 眼波闪动间, 看不出蕴含了什么。 好久才低声道, 不气, 你话说完了就走啊, 我们还有事。 唐不气泪奔。 我就路过说点正事, 你们塞了我一嘴的梁, 最后还要踢我一脚, 狗男女。 赵长河一肚子离别愁绪 都被整乐了, 忍不住笑道, 不气真好玩。 唐婉庄嫣然, 他从小就好玩。 一人一句之后, 气氛也再度正常下去, 唐婉庄笑了笑, 好了, 我真的没多少时间, 必须马上把这套点学 手法教会你。 赵长河也撤开少许距离, 正容道, 请指点。 记好了, 这是唐家绝学之一, 名为碧波轻衣, 意为人触水中, 四面八方连衣荡漾, 看似轻柔无害, 实则周身要学尽数笼罩, 杀鸡潜藏, 无形无忌。 赵长河学这套点学手, 比学刀剑绝技更慢。 因为他确实功夫都在刀上, 徒手技能极为缺失, 而这点学手不是单纯的点学执法, 是一整套的徒手对敌功夫。 他基础薄弱, 路子又和自己的大开大合完全相反, 自然学得慢。 但有几分是教的人故意慢, 学的人故意笨, 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教学之中, 手臂交缠, 四目对视, 那种气氛怪异难言。 周国通和英姑会告诉你, 异性师徒, 就不该教这种小巧琴拿之技, 尤其涉及人参点学。 那不知道是在习武, 还是在摸谁。 学到最后, 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 历来脸色苍白的糖婉装满面都是红霞, 离开的样子简直像在逃命, 这种, 这种手法, 也不是太适合你, 你若有机缘, 当去寻找一门霸道的拳掌, 我, 我该去金陵了, 后会有期。 话音未落, 方宗淼淼, 居然是月墙跑路的, 连门都不想走了。 照常和抬头看向他离开的院墙, 上方朝日渐升, 天以微量, 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 游游鱼香。